大家好 我是陆子爷 今天早晨我正在回复评论的时候 喷瞧有一个小伙伴就发来了私信 说陆子爷最近出了一款能抛壳的软弹枪 你开不开吗 不开我就取关了 取关?陆子爷是这么容易让你取关的人吗 什么软弹枪啊 陆子爷越枪无束 哪有我没见过的 发过来图片一看 这不就是我刚到的快递吗 你瞧 机有联系呼应上了 你感受到一种呼应了吗 我和山的呼应上 UDL1014 一开箱我就发现了这六个超大的红色弹壳 在这两边是软弹 这两个软弹明显就比我们之前玩的小 前面我们玩的都这么大的 这个只有这么小 软异节看来是专用的 没法和我们之前的通用 幸好还有两包 看一下其他的配件 固母镜 握把 枪托 这就是它的枪体了 300大洋买的 我真很结实 尼龙材质 剩下还有一个 诶 这叫什么 然后就是六个弹壳 一个弹壳装一个 下面还有 我的天哪 两个白手炮 这有什么用 难道是过年插玻璃用的吗 螺丝刀 两个 一些小配件 东西还挺多 最主要是这个说明书了 尼龙分体XM1014 看了说明书才知道 这个叫伸缩杆 给枪托用的 好了 接下来咱也不啰嗦了 直接给它组装起来 XM1014 这就组装完了 看起来还不错是不是 但我在组装过程中发现个大问题 后面这个枪托 它设计的是可以伸缩的 当我在伸缩的时候 稍微会有点祸弄 你瞧 螺丝没办法拧紧 而且枪托这块在运输过程中 给刷坏了 早知现在这个枪托这块 我没办法都做 只能这样硬卡住 这样还可以稳住 刚才我也问了一些商家 商家说 可能是螺丝问题 交换货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就忽略这块问题 看起来它整体敲的一个 可玩可以怎么样 直接来抛坑试下 这个软弹头 算机的问题太刷复了 有点累 拉酸上糖 抛坑了 这个动作是最帅的 以磁心可以装五颗 直接从下面 这个背 哇塞 这个设计真的太软了 轻轻拎按压 把子弹往里面一推 就听到弹簧的声音 跌下来就会 设计时间 收不开 哇 超壳 哇塞 刚才没抛出来 又来一颗 抛的时候 天然不得有 你一定要算 看到这里是不是立马就有了 小买的冲动 大家伙 先冷静冷静 刚才只是剪辑了一颗 它成功发射了糖 还有一部分 没有包 就是什么情况 当我装了这五颗子弹机器的操 刚开始 总会有这种 卡壳的情况 装不了糖 子弹也抛不出来 这个问题 我就不知道商家怎么解释 那我们再试一下 只装一颗的情况下 会不会正常的 你看你看你看 在拉上的时候 又给卡住了 发射出去了 就是这个问题 出现概率还挺大 不知道是只是我这一把呢 还是说 都是这么个情况 挺可惜的 说实话 无论是它的造型还是创意 在目前软弹枪里面 绝对是 属一属二的 但就是这个功能 还是不太完善 可惜了 空枪还是可以的 上弹壳有点不太稳定 那还有小伙伴就会问了 诶 陆哥它能不能打出来子弹 只要它能正常上弹 那绝对是没问题的 而且射程还很不错 最后就是我们的打分环节 最后就是我们的打分环节 打个8.5 卡坤这块 扣1.5分 如果卡坤的盖子可以较低的话 那绝对是太完美了 综合得分 8.6分 仅剩购买 毕竟也是300块钱的东西 出了问题 就有点头疼了 就有点头疼了 好